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掀貨包包帶大家來到桃園大溪 那今天的體驗很不一樣喔 我們今天就是要帶你來體驗 什麼叫做馬術啦 什麼叫做騎馬 我們等一下就會有一日的騎馬小體驗 會教你上馬 下馬 還有馬類的品種 跟裡面他們是怎麼樣飼養馬的環境 所以等一下還會有教練帶著我們 那我們現在就一起去體驗吧 走 現在我要來介紹今天來教學的教練 大家好 我叫黃君瑋 我是君瑋教練 他叫Fenas 有沒有很夢幻吧 然後他的確是女生嘛 對 他是女生 我現在大概養了五年 當初自己去德國挑的 台飛去德國 然後他就搭空運進來了 像話你這樣子大概偷偷要花多少錢 才能擁有一隻馬 因為每匹馬的價格可能不太一定 因為看他的教育程度 像他的話我大概花了三百萬 哇塞 是還沒太多馬 是個賽事這樣 然後那時候我買他的時候很年輕 所以他的價格會比一般的馬高一點 因為我買他的時候只有七歲 大概七歲左右 然後他在養五年下大概十二歲 他的比賽項目其實是有點特別的 你要不要跟我們介紹一下 一般台灣的馬術的話 他分兩種 一種是障礙 一種是馬哈馬術 也就是我們講的慎狀五步 障礙的話就是最簡單 大家比較容易理解的話就是跳高 你是說跨越那種障礙物 你速度越快 然後你釣竿的越少 那這樣的話你的 你的成績就會越好 哦 原來如此 Vinus 他來了 他來了 他看到有好東西了 他只要看到別的 比較香的草 這個草是什麼草啊 這是百慕打草 這個草香就會比較重 你可以問問看 蛤 還是被他吃掉了 因為對他們來說 他們就喜歡吃比較 比較有香味的草 欸 你看 這叫做利用完就走嗎 哈哈哈 不會啦 他還會在 他還會來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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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看到 他就開始在找東西了 你看你看 你看 他還蠻清淨的 好癢哦 因為你在幫他抓癢的時候 他也會幫你抓癢 但是你不要讓他抓太久 因為剛開始他會用嘴唇幫你喊 你看 像這樣他會用嘴唇幫你喊 等等等等 因為喊久了以後 他就會用牙齒咬了 他會這樣輕輕捏你一下 可是對他們來說 這是抓癢 對我們來說會痛 我從來沒有想像過 馬的嘴巴的觸感是什麼 是怎麼樣講 會動的馬 他嘴巴會比較有彈性 像他們會玩的 他們就會這樣訓練這一塊 所以沒有他就會動 他這邊會比較有Q彈性 我可以摸摸看嗎 可以可以啊 哎呦 還像馬雞耶 好軟哦 這邊人有20匹 哇好多哦 他是每一隻馬都是由你管理 還是他實質都有個別的主人 基本上他們會有個別的主人 可是主要管理會是我 哦是 他們會把馬放在這裡 然後我們幫他養 就只是桑尼 他還有綁辮子 只是有點炸掉了 他是美國馬 嗨桑尼 可以摸摸看 他還蠻乖的 桑尼你聽說你很乖啊 對 哎呦 他很愛撒嬌 哎呦 一般他們喜歡摸臉 然後臉頰或者脖子 Sony來 Sony你走路的聲音好好聽哦 對啊他們都用馬雞鐵 對啊 因為就是保護他們的指甲 你是中芬帥哥哦 哎呀哎呀你舔我 他看到紅蘿蔔了 對 他蠻N匹的 手伸平 放在掌心 然後這樣頂住 他就會吃走了 對 然後等他吃完再給他下一個 你給他多少他就曬多少 馬上吃腳足都在進食啊 他們的腸子很長 所以他們要一直吃腸纖維的食物 像他炒啊 所以讓他保持腸胃有東西 他才不會胃潰瘍 他一定要吃幾個紅蘿蔔啊 那是點心 他的零食除了紅蘿蔔之外還有什麼 一般呢我會吃蘋果 或者是一些有甜分的水果 像西瓜皮 我們吃西瓜肉他們吃皮 好酷哦 你看你看他 好啦沒有啦 好了沒了 你看 有你就只是因為想吃之後才跟我親吧 可以嗎 可以嗎 剛剛那樣是生氣嗎 沒有沒有他是土氣而已 馬的個性都很好啦 那教練你為什麼會做這一行 我從就是學馬 到高中的時候才開始認真的想說 喔我未來想要做這一行 所以到大學的時候就算辦公辦讀了 就是一直兼顧學院 然後平常的時候就 放假的時候都會在馬場 他跟別的運動項目不太一樣 他的像教練證他需要比賽成績 因為你要會騎馬 然後你才有辦法教人家 因為他畢竟有風險 所以你需要有一定的成績 或者一些能力以後 你才能去考教練證 像我們這邊的話就是騎乘室內的騎乘場 它是20公尺乘60公尺的標準的馬數比賽場 然後這邊的紗都是採布置布跟細紗 所以你會看它紗裡面會有一些纖維在裡面 因為這樣它會增加它的附著力 抓到馬鞍 然後右手抓後面 然後原地跳個兩三下 然後蹲上去就好了 哇 對然後它就會劃過來 站起來以後 然後把腳跨過來 跨到後面 然後右手移到後面 像撐單槓一樣 看你可不可以撐得起來 撐不起來的話就稍微趴著沒關係 OK 這樣趴著 然後腳抽出來以後 然後慢慢地滑下來就好 OK 這樣就下來了 我先站到樓梯上囉 對 可以先站上樓梯 再上來一格 然後一手抓前面 抓後面 然後左腳踩腳凳 左腳 這邊 左腳是這邊 穿進去然後踩著 好 然後單腳站起來 然後慢慢跨過來 這樣子 對 哇 這樣就完成了 我上馬了 我可以眼環豬格格了 還是享受一下這一刻吧 盧伊真的很乖耶 我從上面看那個空間感完全不一樣 對啊 而且它的這邊 視野很好 一樣保持身體放鬆做正就好了 坐坐坐坐 很好啊很好啊 很有天分耶 我剛剛其實是一直告訴自己 放鬆放鬆放鬆 第一次嘛 第一次大家都會這樣 真的聽到了沒 我其實才有天分的 未來搞不好會在奧運看到我 我現在摸它 它真的很熱耶 對啊 它們體溫會比人高一點 因為它們心臟很大顆 大概人的三倍大 哇 所以它們選一選 帶睡的速度會很快 所以它們體溫會比一般人高 所以它們比較不怕人 它們比較怕熱 好想要跟馬臥在一起睡覺 今天呢我們已經結束了在馬獸中心的體驗 如意他剛剛帶著我走 然後還有俊維教練的協助 今天教練教我上馬下馬 在馬上面的那種視角是你真的是完全無法想像的 然後剛剛教練有鼓勵我就是可以去抱著馬的脖子 其實也是一種人類跟馬塞那樣的感覺啦 我覺得特別不一樣 覺得好像就是第一次了解馬這麼多耶 因為我不知道原來馬是一個如此親人的動物 所以歡迎大家來這邊做更多的體驗 然後找俊維教練 讓你知道有更多什麼馬的小嘗試啊 然後可以來見見它兩隻很傲嬌的 Vinus跟妹妹馬 它們兩隻真的超級可愛的 好 生活抱抱 下次見囉 掰掰 覺得很久不然 跟妹妹妹一下 衝進去 看看 說得好 噁兒 顧 雲